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是圣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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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讲到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 而福音呢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第三章到第五章讲到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因信称义 人唯有凭着信心来到神的信心来到神的救恩所以有人说通往天国之路不是爬楼梯而是要坐电梯 换句话说不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稿接受耶稿进入你生命当中你就能够拥有从神来的新生命 第六章到第六章到第八章里面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位圣徒能够成为圣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虽然今天在我们人的里面有许多的难处 其中一个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保罗在第七章的末了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胜 第九到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怜悯以及拣选 今天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我们看见神拯救我们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恩典 一旦你明白神的怜悯你怎能够不献上自己为主而活呢 保罗说所以弟兄们 要注意在这里保罗并没有说传道人们 很多时候我们对传道人另眼相看不是吗 不是往上看看得太高就是斜眼看看你要说些什么 但事实上今天我们都是同奔天路的弟兄而已 神只是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来侍奉神 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平信徒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 保罗说所以弟兄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理所当然的 求神把这样的愿意的心赏赐给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慈悲跟怜悯是何等奇妙的临到我们 我也求你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能够在每一天凡事上献上自己为你所用 感谢祷告 奉耶稣名求 阿们 愿上帝祝福你